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上年7萬個考生 其實大概是26%左右 是拿著他們的成績 進入到JUPS 當然因為在JUPS的系統裏面 都有一些高級文憑、副學位 他們都會這樣進入 如果我們看 在JUPS裏面未拿到學位的 其實近七成 已經過了七成 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可以選一些自資學位 如果拿到二二的 可以在Ivy裏面讀高級文憑 2013年度 拿著五個四級或以上的 有13,073人 即是說都很貼近 整個大學聯招裏面有的學士學位 所以說的是 原來3322 就多很多人了 26,979 所以 多元出路是大家都要認識 多元出路 可能是你的兒子女女 或者你隔離朋友的兒子女女 他都會選擇到 他都會搭上這條路 這裡數一數不同的大學 其實會不會有特別的要求呢 其實只有這麼多 有特別的要求 可能說會計分 或者是會特別考慮 或者大家同分 我就看你第三個選修科 其實就是只有這麼少 好 如果以職業訓練局的課程來計 這個是最新的數字來的 2013年 我們剛才說了 如果是在Juplus大學聯招裏面 平均來講 21、22分 就是一個底線 低於21 入到聯招學位課程的機會就少了 如果你看到職業訓練局的 DI的學士學位課程 大概平均來講 17分左右 當然有高有低的 我這裡可以分享一個例子 因為我去年就是中六班主任來的 理科班 有一個同學 不是很出聲的 但是他數很厲害的 語文就差點 放榜的時候 真的差點哭 他差點哭 不是我差點哭 他差點哭 為什麼呢? 踩界20分 剛剛好 入不到21、22那個區域 於是我第一件事 跟他說 不要等了 立刻去排隊 去哪裡排隊呢? 因為我那間學校 就在將軍澳 有地理優勢 走十分鐘左右 就去到條頸領 資專設計學院 就在那裡報名了 因為在Ivy來講 都很好的 你任何一間院校 其實都可以報到所有的課程 不一定說 設計就去條頸領 什麼就去青衣 不一定的 所以就立刻叫他報名 因為他那個是踩界的情況 都不肯定有沒有聯招 先報了 那他報什麼呢? 他就報了土木工程的 學士學位課程 他那時就心想買個口備 他都想可以入到 那些資助學位的大學課程 但最後始終都不行 他就後來多謝我 幸好老師你叫我快點去報 如果不然 隨時連學位都沒得讀了 我常常都會提家長也好 提同學也好 當你報了 你賣了保險 那你就對自己公平一點 如果你當初很高傲地沒有報到 之後自己落空 見到何同學 他報了 他在Ivy 在The Eye 有一個土木工程的學士學位 他讀得很開心 這個是他自己心意的地方 我什麼都沒有 我就會兩個月之前問他 到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會不會比死更難受 會啊 那你就要做些事情 你不可以到時候才後悔 如果你到時候才後悔 他有很多機會都已經錯過了 落空了 都講講 VTC其實在去年 學士學位課程裏面 比較受歡迎的 就是有醫療護理 運動與康樂管理 土木工程等等 那個金銀鵬呢 其實他們開很多的 那也都是 就是理論與實用並眾 也都是很受歡迎的